据人民日报5月12日报道 在当天的外交部内行记者会上 有英国记者对于所谓新疆清真寺遭破坏这一说法进行提问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先是反问了这名英国记者一个问题 你知道在英国在美国有多少座清真寺吗 英国记者无言以对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华春莹继续说 我告诉你哈 美国有2000座清真寺 英国是1750座 在中国的新疆有2.44万座清真寺 平均每530名穆斯林的民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 在中国新疆的清真寺 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四国加在一起的清真寺的两倍还要多 所以我就不知道 包括你们在内不停地炒作新疆清真寺的问题有价值吗 而且在炒作新疆穆斯林清真寺问题之前 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调研 调研是很重要的 发表评论一定要基于事实 此外所谓清真寺遭破坏的说法更是无极之谈 华春莹表示 这几年一些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穆斯林的呼吁和申请 按照城乡建设规划 通过新建签建扩建等措施 很好地解决了清真寺危防问题 近些年来 西方媒体不停就新疆问题反复炒作 甚至编造假新闻 从集中营 强迫劳动到新疆棉 西方的一个个关于新疆的谎言都被戳破 但他们仍然装猛作哑 不遗余力地找下一个抹黑目标 其背后显恶用心不言自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